好继续带来看到花莲县议会11号是召开了新城乡 嘉陵村嘉陵寸十一支县严重阻塞 造成人民财产安全损失的专案会议 那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呢 召集人庄之财则是财士 要求农田水利署行文县政府占用户必须拆屋还地 让水尽水流畅通来保障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先年乡嘉陵村第十一支嘉陵郡 半年来严重阻塞 曾经人和先议员郑宝秀主任陈廉靖 下面代表梁一华则是细缩其中的严重性 完全都看不到里面到底会不会堵塞 每次台风我们那边一来的时候 我整个后面的菜园包括稻田都会被淹满 或者被灌溉到我的干燥中心里面 整个都会泡水 已经有多次淹满到他们的餐桌和他们的养苗里面 损失像这个损失是谁要负责 是我们公交单位要负责 还是他这个伪装建筑的把它盖起来的住户要负责 我们政府的相关的单位 头鸟的心态 遇到老百姓有困难 躲起来就像我们现在台中那个样子 我不知道我们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在干什么 拖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哪一天现在的天气即便 哪一天让老百姓受到的生命财产的损失的时候 然后他才在向你政府当地求产国家贫产 所以政府现在很要顾得 现影邱高明 田云新则是要公布们依法办理 那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赶快县政府 赶快把这个土地拖 因为刚刚这个土地所有权状上都有写的很清楚 是水利用地 那如果说这个土地能够拖给我们水利署的话 那由水利署专程 专者来处理应该是比较夺当 那么难吗 我要很生气呢 我不要浪费我的精神在这里 依法办理 依法处理 谢谢 欢迎县议会新人乡嘉陵村嘉陵郡十一支严重阻塞 造成人民才安全损失 中央挥招机的装裁也才是 农亭水利署要发文给县府来举报 要求财务还地 关于今天新人乡嘉陵十一镜的排水锅阻塞问题 我们都知道 这是它的地步是水 而且是排水 而且灌溉农民的稻田 因为一遇到 因为这个排水锅上面有人 清湛 有人盖房子 每到下雨的时候 把整个农田都掩盖起来 张教育已经行文给水利会了 希望水利会在最近期内 行文给法典先政府 说他们在他们的排水锅上面 有人盖房子 是清湛的行为 希望先政府尽速的採取 以解决我们受害之苦 招检专才表示 由于招用户是在水晶上盖上铁皮屋 相当明确是违法的 就让工夫们是以护梯皮球的方式 让花园先议会是看不下去 花园先议会则是会行为给农田水利署 要求还地 来保障村民们的生命产生安全 记得喜欢关注不到 要看需要完全观估讯会 如果你要保障村民们的 卡通通时 帮校马尝尽 ans试以这 Lifk 线